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先迪 台灣作家劉蓉有本著作《叫我不是鑑你炸》 內容騙及社會、商業政治等範疇 退出十幾年來,兩岸累積銷售幾百萬冊 講明日防夜防,騙途難防 如何防騙是歷久常身的話題 其實香港詐騙罪案的泛濫程度 比起內地和台灣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局數字顯示,2018至2022年間 就詐騙案拘捕超過一萬二千人 但涉欺詐罪及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而被定罪的 只有1404人,也就是佔被捕人數一成多少少 單以去年計,被捕人數是4,112人,案年大升45% 但分別只有172及42人,涉欺詐罪及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被定罪 說真的,你說官老爺完全放軟手腳,嗜做,這樣又不公道 事實上,金管局、執法部門、廉署以及海軍 成立的財富情報交流平台 到今個月底,會擴大到28間零售銀行 執法部門亦強調,已經加強與業界合作 例如去年銀行職員協助阻止232宗騙案發生 當局的防騙熱線,亦錄得800多宗舉報 但無可否認的是,市民普遍覺得騙徒愈來愈充缺 其實想起來都很正常,當局有做事是一件事 但畢竟科技日新月異,騙徒手法推陳出身 官府打擊相關罪案,往往陷入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困境 反應慢些都不行 舉個例子,電話智能卡申明登記制度 今年2月開始全面實施 保安局強調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會持續監察和執法 亦要求電訊商就已登記的電話儲席卡用戶資料 定期抽樣檢查 一旦發現可疑個案,會交由執法機關跟進 問題是,度高一尺,摩高一丈 正如有立法會議員指出 騙徒會利用境外電訊服務,也即是繞過實名制度 試問當局怎樣見招拆招 講起涉及境外電訊服務,不得不提手機短訊 又或者是社交應用程式的詐騙案件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來自世界很多不同地方的朋友 你從正當途徑去認識 一輩子都未必認識到一個 但不請自來的損工 拆App排名以至色情服務等騙案 就從全球每一個角落分至搭來 blog又blog不完 向程式開發商舉報又沒用 唯有苦中作樂 上網查個電話字頭是來自哪個國家 當是長知識感 對於這個問題 當局話就短訊發放人登記制度成立專責小組 目標7月底制定實務準則 10月底完成網絡系統升級 以及發送者登記名測籌備工作 希望年底試行 首先會在銀行業試行 然後再考慮是否擴展至其他行業 不單止動作太黏 對於坊間不少人要求的信息實名制 也沒有正面回應 其實誰人都知道 現在大部分騙案都涉及海外 以至內地不法集團 加強情報收集和跨境合作打擊刻不容緩 而最重要的就是一開始講的問題 詐騙罪案入罪率這麼低 很容易向不法之徒發放錯誤訊息 就是就算被人抓到 多數都不會上身 機會成本不太高 等於變相鼓勵更多人犯罪 所以說法庭判案一定要有阻嚇性 不是跟我說尊貴的法官大人 真是要親身試一次網上墮情網 真刺到肉絕肢痛掛 當然啦 講到防騙 始終都是求人不如求己 無論當局怎樣加強打擊力道 法庭怎樣重判 都不及得市民提高防範意識 便宜莫貪再三求證 尤其是不要向素未謀面的人奉上金錢 不法集團無從入手 那香港自有機會 洗脫詐騙之刀的污名 好啦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是覺得like 搞錯了還是發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吧 多謝收看 嘿